你表妹都可以做模範生為什麼你不行 你堂姊都可以考上第一志願為什麼你不行 你同學都可以出國比賽為什麼你不行 為什麼你就是不能夠乖乖聽話 路邊的狗都聽得懂人話為什麼你不行 為什麼你就是不能夠主動一點 為什麼我不能看你手機 我說你拜 妹妹你再繼續給我大便玩手機我斷你網路 你下次再給我睡那麼晚我就斷你零用錢 你再給我亂跑我就打斷你的腿 你在跟那個男生交往我就跟你斷絕母女關係 我跟你講 一二封鎖 鎖 對封鎖 趕快給他鎖起來 你現在就給我把電影關起來 你現在就給我去倒垃圾 你現在就給我去洗澡 你現在就給我去讀書 你現在就給我去洗碗 我告訴你 不要 不要 我跟你講 反正你早晚都要寫我就看你要做什麼 齁你睡那麼晚就是因為你一直在滑手機啊 你又做不完就是因為你都在滑手機啊 伯伯阿 你剛剛大便那麼久是不是又在滑手機 你成績這麼差就是因為你一直在滑手機啊 你會頭痛就是因為你都在滑手機 你再給我滑手機 你再滑手機 再滑在哪裡 外面太陽那麼大你要去哪 外面雨下那麼大你要去哪 外面人那麼多你要去哪 這個時間出去都沒有人啊你是要去哪 外面空氣那麼差你是要去哪 外面車那麼多你是要去哪 你作業沒做完你是要去哪 不要戴耳機啦 你這樣天地受損怎麼辦 拔下來拔下來 阿尼阿尾喔 音樂開那麼大聲 你怎麼可以把耳機戴上啊 喂 你怎麼整天擺在家裡啦 受不了 受不了 阿人咧 喔 每天到了往外跑啦 喔 啊怎麼今天這麼早回來 你翹課喔 欸 阿尼阿尼今天怎麼那麼晚回來 我好聽到你鬼混啊 喔 怎麼會有你這種小孩啊 到底是誰生的啦 搞清楚狀況耶 我是你媽耶 是你男朋友 沒大沒小 你就繼續滑啊 你就繼續混啊 你就繼續吃啊 你就繼續睡啊 媽媽我等一下要不要嘗嘗出去啊 不行 那我嘗嘗嗎 不可以 不准就是不准 爸 親你媽的話 喔 每次這樣呢 很奇怪 幹什麼東西 到底讀書啊 讀書 手機這麼燙 腦袋這麼冷 讀書咧 剛剛 剛剛 你去掃地好了 嗯 整天就只知道滑手機 是不會去做家事嗎 碗還那麼多沒洗 去 去洗碗 快去啊 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媽媽 你怎麼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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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說什麼 老婆 你剛剛說什麼 妹妹剛剛說什麼啊 怎麼沒在聽啊 什麼啊 欸 是 欸 欸 欸 你是在幹什麼 有沒有看到人家妹妹啦 自動自發在拖地 啊 你躺在這邊在幹什麼 可不可以勤勞一點啊 你這樣以後怎麼嫁得出去啦 可是嗎 可是什麼 哎 可是 晚也還沒洗 衣服也還沒洗 那麼多事情等著你做 啊你還坐在這邊 欸 擋到人家拖地 起來啊 你現在在幹什麼啊 還在那邊看 看什麼看 可不可以學一下人家啊 就是要考上好高中 才有好大學 讀了好大學 才可以找到好工作啊 人家可以考上台大 你也一定可以 我告訴你喔 你現在不讀書 你將來一定會後悔啦 我那麼辛苦賺錢喔 就是希望你好好讀書 拜託你不要再搞那個什麼youtuber了 好不好 喊累 欸 比你累的人多的是 你現在累一點以後 就不會那麼辛苦啦 一時的忍耐喔 換一輩子的幸福啦 我們在你這個年紀的時候 都已經在工作了啦 還有像你這樣 讀書要讀不讀的喔 媽媽這輩子的希望啊 都寄託在你身上了沒 少壯不努力 老大圖傷悲啊 你現在認真一點 之後就是你選學校 不是學校選你 你不要到時候去做清潔工事 怪我沒有比你讀書喔 跟你說不要讀那個什麼設計啦 沒有未來啦 你看你表哥讀那個什麼醫學系 多好 欸你不要只是進步了幾名 就想要放鬆囉 我告訴你啊 九十分有什麼了不起 你怎麼不檢討 那十分去哪裡了啊 如果你不想去上課 你就給我去上班 你再不讀書齁 這輩子都叫他啦 我正心鐵 趕到丟臉 我怎麼會生出你這種小孩啊 你不要覺得你現在得到的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喔 我告訴你 讀書啊看什麼看 在這裡幹嘛啊 嗨 嗨 媽今天在靠腰的腰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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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海葵啊 裡面真的有住小丑之前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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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